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拭了她 叫你们拭了她 混蛋 好多謝大家今天這麼給面子來喝我們這一餐 不過不好意思 我有一個壞消息要宣佈 就是今天的婚禮正式取消 這次人約離婚後 有趣的是雖然那件事都是真事 但是不是在我朋友之間發生 而是來自網上流傳出來的一個 所謂的網上的都市傳說 這位新娘無意中得到 這位新郎和外面的一段情慾短片 到他們結婚當晚 這位新娘竟然將這段情慾短片 在萬一播出 我聽到的時候 哇 這麼大件事 聽的時候 其實都覺得好爆 這個女生這麼堅硬 我覺得很狠啊 挺帥的 但我覺得其實聽到這件事都挺震驚的 因為真的很響 我也不知道是男人的響 還是女人的響 聽完之後 到現在 我想回都覺得很驚訝 一個女生可以深思熟慮去做這件事 去等到結婚或者婚宴那一晚去做這件事 其實那個勇敢是不少的 最深刻的版本就是 新郎哥和伴娘有染 我看完之後 新娘的做法 我那一刻看完就覺得 哇 爽啊 應該是這樣做 應該被一個懲罰 那個花心汗 我真的沒有勇氣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其實很佩服 很佩服那個新娘 我覺得在婚禮上播一段情慾片 實在太刺激了 我看到我會覺得 其實那個男生很活該 你為什麼又要留下一些照片 一些片給你老婆知道呢 短短一個這麼真實的事例 我覺得很有戲劇的張力 也很有意想不到的轉折 即是戲劇性在裡面 有這個好奇心 就令到我很想發展這個故事 我將這個故事成為了我電影 《逸約離婚》後的一個開啟 很佩服你的勇氣 但我希望在你的心裡面 那個仇恨不要耐久 我希望你們 最終都會原諒對方 可以在一起 所以在這部戲裡面 最後我們都是一個Happy Ending 我都希望你有一個Happy Ending 在這部戲裡 我會長得一遍 我都想不幹 我都想不幹 感谢观看